疫情期間應該 文化內容這個產業 特別是在現場展現這個部分 受到很大的成績 所以業者其實有很多都在思考 怎麼樣利用科技來做轉型 非常司機他們在今年的這個報告裡面有提到 就是我們在整個媒體娛樂產業這一塊 在2026年它的全球產是在76億美元 所以那裡面呢包含了有演唱會 還有媒體直播以及 應該是民視這一塊的娛樂 這是最驅動消費的環境 那麼這是5G360度的這個VR的環境演唱會 能夠在家裡戴起這個VR的眼鏡 就可以勝利其境 那我想5G有很多的應用領域 包括像智慧展演 智慧醫療智慧交通智慧製造等等 那桃園市也爭取了很多的計畫落地在桃園 我相信將來5G是一個很大的產業 那希望這些示範應用計畫 不只是改變了我們的工作跟生活 也改變了我們的產業的發展方向 希望這個計畫能夠越做越多 越做越好 請給我們 谢谢大家 感謝大家 感谢观看